五年后,北京,秋夜,一起快马踏破沉重的夜色,疾风般掠过幽暗的长街,躲在街角偷懒打盾的庚夫,待听到提升抬头张望时,只看到眼前白影闪过,马岸上已约是个白衣如雪的鸟挪背影,眨眼便消失在长街尽头。 庚夫脑他惊醒了自己的好梦,狠狠催了一口,小生嘀咕了一句,生更半夜,纵马急迟,你他妈奔骚啊。 快马在长街尽头一座僻静的宅子前停下来,起手看到宅门两旁挑出的惨白灯笼,以及灯笼上那个大大的电字石,心中一痛,不等快马停稳,就会边机向门上授环,放声高叫,开门。 快开门,童环被马鞭带动,急得门砰砰直响,门支压一声打开,一个家人模样的老者从门后探出头来,差一惊问,姑娘找谁。 骑手来不及答应,猛然乐江鞭马。 骏马撕叫着仰丽而起,羊蹄踢开大门,在老人惊呼声中,一冲而入。 骏马冲过大门,二门,直到到那堂前才喷着响鼻停了下来。 骑手翩然翻身下马,那堂中几个屁麻带笑的汉子听到有人闯进来,纷纷迎了出来,见对方只是个先弱少女,不像是上门找茬的竹,忙报全问,姑娘可是与仙师有救。 前来祭拜,少女也不与众人见礼,静止闯了进去。 只见里面是一座灵堂,正中的灵牌上赫然写着,先是柳公会公权之灵位,弟子沈北雄帅众同门敬礼。 少女呆呆地望着灵牌尽力伴赏,突然一声悲呼,爷爷跟着双腿一软倒在地上。 原来是柳小姐,灵堂中几个汉子慌忙上前搀扶,他们以前就听说柳爷有个孙女在天心居学艺,却从未见过,听那少女叫爷爷,才知她原来就是柳爷的孙女柳青梅。 此刻只见她双眼发直,凝望着虚空喃喃问,我爷爷怎恶魔死的? 半上无人回答,她将目光转向众人,毕生鹤问,我爷爷怎么死的? 见众人皆心虚地低下头,她的目光缓缓从众人脸上扫过,最后落在一个面目粗豪身材伟岸的中年男子身上,虽然一别十几年,他还是一眼就认出了对方, 沈叔叔,你告诉我,我爷爷怎么死的? 那汉子愧疚地低下头,小姐,柳爷表面上是死于牢籍,但实际上,她的死另有原因。 什么原因?少女急问,小姐可听说过千门公子。 那汉子问,见少女茫然摇头,那汉子便轻轻念道,千门有公子,奇巧玲珑心,翻手为云矮,副手定乾坤,闲来以臂带,起而令千军,笑傲风云上,纵横天地间。 少女微微汗手,这一路上,我也曾听到过这样几句话,只是不知空间是什么意思,这跟我爷爷的死又有什么关系? 那汉子猛然轻叹,小姐七岁开始就在天心居学艺,对江湖市自然一无所知。 这几句话说的是江湖上一个前所未有的千门恶棍。 他以各种卑劣手段拒敛钱财,敲取豪夺,做下了不少惊天动地的大案,其贪婪和疯狂世间罕见。 柳爷为了抓住他,曾在金陵花大本前设下陷阱,谁知不仅未能得手,反而被他骗去了数十万两官银。 柳爷为此受到福王和朝廷责难,抑郁成疾,终治不治。 前请请看千门公子,这人是谁? 他就是千门公子,名叫云香。 千门公子,云香。 少女羞目中闪出骗人的寒光,突然翻身在林前跪倒,切齿道,不管他谁,我都要替爷爷将他逮捕归案。 沈叔叔,请你云香的他的畜生来历以及武功特长。 那大汉苦笑道,来惭愧,我柳爷虽然追踪他多年,却一直没有查到他的畜生来历,只知道他是千门顶尖人物,不会武功,不会武功。 少女豁然回头,一脸惊讶。 是的,不会武功。 那大汉肯定地站点点头,苦笑道,说来真是有些不可撕碎,千门公还会武功,这在江湖上是众所周知的,但他却偏偏将众多武林高手玩一头掌,实在令咱们武林中人感到羞愧。 少女若有所思地点点头,回头对灵牌跪拜道,我柳青梅在爷爷灵前发誓,不管他有什么邪术要罚我都要替爷爷将之铲除,以告慰爷爷在天之灵。 那大汉还想说什么,柳青梅以掌声而起,回头道,沈叔叔,爷爷的丧事实在是辛苦你们了。 现在你们休息吧,我来为爷爷守灵。 小姐,这是什么话? 那大汉急道,我沈北雄乃柳爷一手提拔,我视柳爷如是如赋。 如今柳爷不幸亡固,我理当为柳爷披码带笑,守灵送葬。 柳青梅点点头,沈叔叔对我拟你的感情,青梅完全清楚。 青梅只想与爷爷单独待一会儿,沈叔叔千万不要多心。 沈北雄渗忘了柳青梅一眼,见他态度坚决,只得无奈点头,既然如此,咱们就先行告退。 如今更深夜长,天气寒冷,我让丫鬟过来伺候你,陪你守灵。 柳青梅摇摇头,不用了,多谢沈叔叔关心。 众人在沈北雄率领下,悄悄退出了灵堂。 柳爷子女是桑,只有孙女柳青梅这唯一的情人,所以她的桑事全靠沈北雄一手操持,加上连续树叶为柳公权守灵,沈北雄也感到十分疲惫。 如今柳青梅回来,按说沈北雄该稍稍松口气,但她的神情却反而有些紧张。 对几个在灵堂处职业的兄弟仔细交代几句后,抱财独自在一旁的客户中疲惫睡去。 朦朦胧胧不知睡了有多,沈北雄突然被一阵窍门声吵醒。 她正要张嘴骂娘,就听门派一个兄弟急道,沈爷。 有小姐不见了,樱目答道,今日一早,丫鬟给小姐送早点,才发觉灵堂空无一人,青梅小姐已不知去向。 她的马也不见了,她什么时候离开的? 不知道,沈北雄心中有些惊讶,新知鹰幕最善丁稍警戒,没想到鞭态也没发觉小姐离开。 沈北雄不由暗存,这天心居果然,不愧是超然江湖之外,世间最为神秘的一个门派,一个年轻弟子竟也如此了得,轻易就避开了宫门一流的耳目。 想到这她又问,小姐可有留下书信? 鹰幕摇摇头,没有,她只带走了柳爷一件遗物。 什么遗物? 沈北雄盲问,就是御赐天下第一神补的御牌。 鹰幕答道,沈北雄若有所思地遥望天边,扶着汉下短须喃喃自语道, 看来,这丫头是想凭一己之力捉拿公子相归案。 鹰幕芒小声问,咱们要不要把她追回来? 不必了。 沈北雄悠然一笑,若有所思地望向虚空,我倒是希望她去试试, 也许,她就是公子相的克星也说不定。 鞭炮噼里啪啦地响起,北六省武林盟主齐奥松的脸上, 终于露出了一笔难得的笑意。 今日是她的五十大寿,也是她准备金盆洗手,推饮江湖的日子。 自十六岁出道以来,她已凭一柄霸王刀纵横江湖数十年, 并在四十岁上赢得了北六省第一刀的美誉, 雄霸北方整整十年。 不过她早已感到累了,倦了,厌了,在功成名就之后激流勇退, 从此安享晚年,这是无数江湖成名从的最大的梦想。 可亦能坚持到这一天的人实在寥寥无几。 齐奥松庆幸自己坚持到了这一天。 鞭炮声响过,宾客齐齐向主人贺喜。 齐奥松客气地回应着众人的恭维,眼光在宾客中不住搜寻, 心中隐隐有一丝遗憾。 一个弟子在身后小声催促,师父,该开席了。 嗯,好的。 齐奥松漫不经心地答应着,眼光最后在宾客中扫了一圈, 约有些遗憾地轻声道,让大家入席吧。 那弟子连忙替师父招呼来自五湖四海的朋友入席, 众人火轰然一阵忙乱。 混乱中突听门外司仪,拖着嗓子高叫, 苍州五虎断门刀掌门,彭仲云来喝。 混乱的场面一下子安静下来, 眨眼间从熙熙攘攘便安静到鸦雀无声的境地。 众人的目光齐齐集中到齐奥松的脸上, 只见他神色未变,淡淡道,请。 随着肆意的高唱, 只见一个年鱼五旬的威猛老者大步而入, 静止来到齐奥松身前站定。 齐奥松如是重负地输了口气, 淡淡笑道,你终于还是来了。 这彭仲云色声问,你也在等我。 齐奥松微微汗手, 在北六省,你是老夫唯一的对手。 过去十年,彭掌门三度败在老夫刀下。 老夫坚信,你一定会在我金盆洗手之前, 与老夫再战一场,以血前耻。 彭仲云苦涩一笑, 齐盟主果然了解彭某, 我原本是来向齐盟主挑战的, 不过现在也不是了。 齐奥松眼中闪过一丝意外, 不是,那彭掌门为何而来? 彭仲云色声道, 我是来向齐盟主下战书的。 齐奥松更加疑惑, 战书? 什么战书? 老夫早已, 令弟子擦亮霸王刀, 恭候彭掌门多时, 何须什么战书? 彭仲云欣慰一笑, 难得齐盟主如此看重, 彭某当今梦中一杯? 拿酒来。 齐奥松一声高喝, 有弟子立刻捧上一碗酒。 齐奥松亲手递到彭仲云面前, 彭掌门乃齐某最后的对手, 当由齐某进彭掌门一杯才对。 彭仲云也不客气, 结果酒碗一饮而尽。 当他割下酒碗时, 齐奥松骇然发现, 碗中竟流下了半碗血水。 齐奥松不由惊呼, 彭掌门你。 彭仲云惨然一笑, 齐盟主错了, 在下已不是你最后的对手, 而是一封活的战书。 说着, 彭仲云缓缓解开衣衫, 袒露出肌肉囚结的胸膛。 只见他心窝之上, 亥然插着一截折断的刀刃, 断口处正好与胸肌平起。 齐奥松松然变色, 忙回头招呼弟子, 来人, 快取金创药。 不必了。 彭仲云惨然一笑, 这一刀已刺中了我的心脉, 对方为了留我一口气 给齐盟主下战书, 在刺中我心窝后竟没用拔刀, 而是以内力阵断刀尖, 留下一截刀刃在我体内, 阻住了心血喷出。 他要我转告齐盟主, 一个月后的月圆之夜, 他将灯门向盟主挑战。 他是谁? 为何要杀彭兄? 齐奥松骇然惊问。 彭仲云黯然摇头道, 我不知道他是谁, 只知道他是扶桑人。 自称在扶桑已无对手, 素来仰慕中华武学, 所以不远万里, 都还挑战中华武林。 此言一出, 众人顿时群情激愤, 纷纷摩拳擦掌, 要与那不知天高地后的 东营武士一绝高下。 齐奥松抬手, 示意大家安静, 然后望向彭仲云, 你与他占了多少招? 一招, 彭仲云愧然低下头。 一招, 齐奥松骇然变色, 实际上只有一刀。 彭仲云愧然道, 他是一把四刀飞刀, 四剑飞剑的冰刃, 出手便幻化出七道刀影。 我无法辨别虚实, 几乎毫无抵挡便以中刀。 众人面面相去, 脸上皆有巨色。 彭仲云的武功大家心中有数, 即便不如齐奥松, 也是相差无几。 想不到他练对方一刀都挡不了, 众人自问不比彭仲云更强, 恐怕真要与对方决斗, 也定是一败涂地。 众人不由收起争强好胜之心, 齐齐把目光转向齐奥松, 只见齐奥松也是一脸肃然, 漠然无语。 寂静中, 只见彭仲云缓缓把手伸向胸口的断刃, 齐奥松见状盲惊呼, 彭兄你要干什么? 彭仲云惨然一笑, 我伤已致命, 坚持来见盟主, 除了要给你送信, 更是想要盟主, 仔细看清彭某伤口, 希望盟主能从这伤痕上看出对方武功深浅, 早做准备。 彭某死则死已, 只求盟主莫辜负彭某一番苦心。 话音刚落, 彭仲云便在众人惊呼声中, 猛然拔出了断刃。 献血顿如喷泉般急射而出, 他的身体也一下子软倒在地。 彭兄, 齐奥松慌忙上前搀扶, 只见彭仲云面如白纸, 已然气绝。 齐奥松黯然放下彭仲云, 对他的遗体恭恭敬敬一拜, 彭兄放心, 齐某绝不让你白死。 说完转向弟子高喝, 拿酒来。 有弟子忙捧上酒坛酒碗, 手忙脚乱的正要倒酒。 齐奥松以不耐烦的一把夺过, 对众人举起酒坛, 诸位亲朋好友, 齐某突欲变故, 平生最大的对手和知己 彭仲云惨死。 齐某无心在作手, 请诸位喝完这杯酒便离开吧。 他日, 齐某定一一都能赔罪。 众人气气道, 齐某主这是什么话? 咱们岂能在你遇到麻烦时离开, 齐奥松团团一败, 多谢大家好意。 齐某若是遭遇盗匪, 一定欢迎诸位助全。 但这次对方是光明正大的挑战我中华武林, 齐某甜味北六省盟主, 自然要跟他公平决斗, 无论胜败, 拒不失我泱泱中华的气度。 盟主说得有理, 有人举逼高呼, 咱们不会以多为胜, 但总可以留下来为盟主呐喊助威啊。 齐奥松还想劝阻, 谁知道堂中人多口杂, 竟不知如何劝说才好。 正在纷乱不堪之际, 突听门外司仪颤着嗓子激动的高呼, 千门公子香, 求见北六省武林盟主齐奥松。 呼声刚落, 堂中一下子便静了下来, 齐奥松一正, 忙道, 有请。 天色已暗, 丫鬟在书房终点上灯火, 又暗的书房顿时明亮起来。 齐奥松请公子香落座后, 这才细细打亮眼前这位名震天下的千门公子香。 只见对方年近三巡, 面色带有一种病态的苍白, 眉宇若非有一种与年龄不相称的沧桑寂寥, 倒也算得上温文儒雅。 放眼一看, 像是一个在普通不过的文弱书生, 只有眼中那种超然物外的淡定和从容, 隐隐有一些与众不同。 待丫鬟上茶退下后, 齐奥松忍不住问道, 不知名震江湖的公子香突然造访, 所为何事? 云香坦然迎上齐奥松探寻的目光, 盟主其实已猜到云香的来意, 何必又明知顾问? 齐奥松面色微变, 你果然是为今日之事而来。 你知道些什么? 云香把玩着手中茶杯, 淡淡道, 云香确实知道一些情况。 齐奥松见对方闭口不谈, 突然醒悟, 忙问你有什么条件? 但讲无妨。 很简单, 云香抬头指示齐奥松, 你已经看过彭仲云的伤口, 想必已看出对方武功高低深浅。 我只想知道, 面对这样的对手, 你有几分胜算? 齐奥松迟疑了一下, 突然失笑道, 江湖传言, 公子香出身签门, 却心欲卓著, 有口皆悲, 老夫就信你一次。 不怕实话告诉你, 老夫看过彭仲云伤口后, 就知自己连一分胜算都没有。 岂止没有, 面对如此精准训捷的出手, 我简直就是必死无疑。 与我估计的完全一样。 云香微微点头, 轻轻割下了茶杯, 你的对手名叫藤原秀泽, 年龄三十有二, 东营伊赫流第十七代传人, 曾以一柄关东武事件挑遍东营十三派无敌手, 在东营有五胜之称。 这次随东营得穿将军的使团, 促使我朝, 意图挑战中原武林高手, 磨砺自己的剑技, 以期在武道上更上一层楼。 他已经在京中杀过两名八级门和燕青门的民宿, 所用招式和击杀彭仲云的一样, 都是幻影七杀。 我知道的就这么多, 告辞。 等等, 见云香起身要走, 齐奥松忙问, 你今日突然登门拜访, 就是要告诉我这些。 云香微微摇头, 我今日前来, 是想对你们决斗的结果做出准确判断。 我告诉你这些, 只为交换我方才想知道的答案罢了。 齐奥松疑惑地望着云香, 方才的答案。 我必败无疑的答案, 正是。 这是为何? 云香淡然一笑, 这已经与咱们心中默认的约定无关。 不过, 既然齐蒙主动问, 云香也不妨告诉你, 我今日冒昧登门造访, 是因为闻到了银子的味道。 银子的味道。 齐奥松莫名其妙地挠挠头, 公子说话高深莫测, 齐某还要请公子明示。 云香笑道, 齐蒙主由北六省第一刀之美誉, 在江湖上的声望如日中天。 今日, 东营武圣在你的寿言上杀人挑战, 你们的决斗必将轰动武林。 如果有人借你们的决斗设局开赌, 必定会引得天下赌徒闻风而动。 我敢肯定, 武林中人无论是处于民族感情, 还是处于对齐蒙主武功的信赖, 都会压蒙主圣。 齐奥松恍然大悟道, 而你则要压我败。 你既知我必败, 自然胜券在握, 就等一个月后, 一举赢得这场豪赌。 云香汉手笑道, 这可是千载难逢的机会, 你也可以压自己输啊, 就当威尔孙后辈挣下一大笔赡养费吧。 滚, 你得我滚。 齐奥松勃然大怒, 愤然指向门外, 立刻在我眼前消失, 不然老夫恐怕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 云香白手笑道, 齐蒙主不必动怒, 其实你也可以不败嘛, 只要拒绝对方挑战, 他难道还能逼你动手不成? 齐奥松哈哈大笑, 傲然道, 我齐奥松自出道以来, 从未在别人的挑战面前退缩过, 何况对方还杀了我平生最敬重的对手和知己。 我齐奥松的为人, 岂是你这江湖骗子所能理解? 可他我以前还当你是个江湖艺人, 原来也不过是一俗物。 快发你的魅心才去吧, 别再让老夫看到你。 虚名类人啊, 齐蒙主在金户上打滚多年, 难道还没有看透? 云香溃然轻叹, 见齐奥松不为所动, 云香只得拱手道, 既然齐蒙主下了逐客令, 云香只好告辞, 不送。 齐奥松一脸愤懑, 连最骑马的客套也免了。 云香叹着弃出的房门, 在门外等候的小博马 是西纪的引上来, 小声问, 怎样? 云香遗憾地摇摇头, 出去再说。 二人在众人的目送下登上马车, 车夫甩出一个响边, 马车立刻顺长接哑哑而行, 一路向北而去。 直到马车不见了踪影, 欺负的重兵客裁 仿若从梦境中回到现实, 他就是千门公子, 他真就是公子香。 马车在朦胧长街急驰而过, 后方突然有人高叫着追了上来, 公子香站住, 我点仓派要为门下讨回公道。 呼叫声中, 鸡匹快马蹄声急乱地追近, 渐渐向马车两侧包围过来。 车中, 云香舒服地靠在袖枕上闭目养神, 对车外的呼叫声充耳不闻。 自明珠与亚南先后离去后, 已经过去了五年多, 这五年多来, 他眼中多了几分沧桑, 也多了几分从容和冷静, 除此之外, 更多了无尽的寂寥和萧索。 他对面的小伯则侧耳细听这外面的动静。 就在几匹快马即将完成对马车的包围时, 马车外突然响起长边的锐笑, 以及鞭梢击中人体的脆响, 跟着就听到不断有人惊叫落马, 以及落马后的痛呼惨叫。 片刻后马车外安静下来, 小伯高声笑道, 丰兄的鞭法又见精进了, 只是出手也推狠了些。 车外传来车夫爽朗的大笑, 若连这些杂碎都不能干净利落地打发, 丰某岂有资格为公子执鞭。 马车速度不减, 继续顺着长街急速急迟。 车中, 小伯望着闭目养神的云香, 人不知小声问, 公子, 莫非其傲松明之失败, 还是坚持应战? 你知道他的为人, 云香遗憾地摇摇头, 我已经如此激他, 甚至点名他这一瞻会受人利用, 他却依然执迷不悟, 实在令人惋惜。 咱们已经尽力, 公子完全不必自责。 小伯小声劝道, 也许在他的心目中, 这一战不仅关系着他个人的荣誉, 甚至还有我泱泱天朝的尊严吧。 云香一声吃笑, 说道, 真想不通我华下千千万万人的尊严, 跟他齐傲松一个人的胜败有什么关系。 天朝若要尊严, 还不如守好自己的海防线, 将进犯的窝寇斩尽杀绝。 小伯点点头, 看来咱们是无力阻止这场阴谋了, 公子有什么打算? 云香冷笑道, 对无力改变的事, 我想来是顺其自然。 这次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相信谁都不愿错过。 不过为了确保万无一失, 咱们还应该去见见这次决斗的另一个主角, 东迎武圣藤原秀泽。 小伯担忧地望了云香一眼, 说道, 公子, 北京乃天子脚下, 素来藏龙卧虎, 更有六扇门一直在通缉公子, 咱们这一去会不会太冒险? 云香悠然笑道, 这就要问小伯你了。 小伯忧郁片刻, 痴疑道, 听说一直对公子穷追不舍的柳公权, 自从上次栽在公子手中后, 受到朝廷责罚, 近日以忧愤而亡。 右扇门中已没有真正的好手, 公子只要不太张扬, 老朽自然能保公子平安。 既然如此, 到北京后再叫醒我。 云香伸了个懒腰, 舒服地在车中躺下来, 喃喃道, 我真想早一点见到那个东营武圣, 他可是咱们的财神爷呀。 直到云香的马车驶远后, 点仓派几个汉子依旧躺在道旁, 身影不已。 虽然方才那车夫的马鞭已手下留情, 不过几个汉子从奔驰的快马上摔下来, 仍旧伤得不轻。 几个人正傲咧咧挣扎着爬起来, 突见一起身俊无匹的白马出现在关道尽头。 随着马上骑手面目的渐渐清晰, 众人不由自主地停止了咒骂和呻吟, 巨呆呆地望着来人, 几乎望却了身上的伤痛。 马背上是一个面目清秀的白衣少女, 看模样不超过二十岁, 却有一种与年龄不相称的淡定和从容, 尤其眼眸中似笼罩着一层薄薄的陨雾, 令人无法看透。 少女长袖飘飘,白衣胜雪, 在月色下徐徐纵马走来, 顿然给人一种飘然除尘之感。 请问,公子乡的马车可是从这儿经过? 少女款款问道, 声音如新音出谷。 没错,几个汉子抢着达道, 他刚过去, 还打伤了我们好些弟兄。 少女对几个汉子拱拱手, 这要坐马追去, 就听一个汉子突然问道姑娘, 你也跟公子乡有仇。 少女凤眼中闪过一丝寒芒, 淡淡吐出四个字, 仇深四海。 说完一颗马腹, 军马立刻闪电般追了上去。 点仓派几个汉子依依不舍地摇望少女背影, 迟迟不愿收回目光。 一个汉子喃喃自语道, 这姑娘是谁? 像不识人间烟火的摇齿仙子, 根本不像江湖中人, 却敢孤身追踪公子乡。 是天心居的嫡传弟子。 另一个汉子突然指着少女的背影惊呼, 我人的他那种剑将湖上独一无二。 卢上心水已沸, 室内茶香弥漫。 在经过长途跋涉之后, 能喝上一杯新漆的好茶, 无疑是最惬意的享受。 不过云香润湖中水沸, 却依旧明目端坐不动。 一旁的小伯则搓着手在室内徘徊, 并忍不住往楼下看, 眼中已约有些焦急。 这里是北京城最富盛名的雨仙楼, 也是三教九流喜欢聚集的大茶楼。 从二楼雅厅的窗口可以看到楼下大厅中, 乱哄哄没有半点雨仙的雅意, 只有江湖过客的喧嚣。 公子, 徘徊了许久的小伯终于停下来, 藤原真会来。 放心, 他肯定会来。 云香明目微笑。 听说藤原在京中又击杀了 两位武林民宿, 朝廷竟然不管不问。 小伯连连叹气, 不仅如此, 朝廷还给他班有免罪金牌, 并昭告天下, 任何人只要接受藤原挑战, 在公平决斗中无论哪方被杀, 胜者拒无罪。 这不是鼓励民间私斗吗? 乃向明君所为。 云香终于睁开眼, 听说此事是福王一力促成。 自上次咱们平窝一战之后, 沿海总算平静了几年, 现在倭寇又有死灰复燃之势。 朝廷欲借助东营幕府将军的力量打击倭寇, 所以不得不对他的使团可以笼络。 小伯还想说什么, 却被楼下吐起的骚动吸引了目光, 只见一个梳着唐氏发迹, 身披奇怪服饰的一国男子, 环抱双手缓不进来。 那男子年过三巡, 面白无虚, 长相很平常, 为某子中有一种令人不敢直视的冷力。 身上袍袖宽大, 脚下穿着一双木鸡, 走起来咯咯作响, 十分怪异。 他的身材并不见高达健硕, 却给人一种浑身是尽的奇异感觉。 尤其腰间那一长一短两柄刀, 刀身狭窄如箭, 前端却又带有一点弧形, 既不像刀, 也不像箭, 样式十分罕见。 就是他。 小伯虽然从未见过藤原, 还是一眼就认出了对方。 来人那种披靡四方的气势, 具体不是寻常人能装出来。 小伯正要下楼迎接, 却见有人突然拦住了那窝人的去路。 怎么回事? 楼下突然的寂静, 让云香有些奇怪, 坐在雅间深处, 他看不到楼下的情形。 有人拦住了藤原去路。 小伯在窗口紧盯着楼下的动静, 是自称武当俗家第一高手的萧成峰。 他在向藤原挑战, 藤原既然未出窍就将他打倒在地, 又有人上前, 他们将藤原围了起来。 小伯不停地解说着楼下的情形, 别让他们乱来。 云香话音刚落, 小伯立刻从窗口跃了下去。 楼下, 藤原正与茶楼中十几名江湖豪杰对峙, 虽然他的长剑尚未出窍, 但凛冽的杀气已弥漫整个大厅, 令人不敢烧动。 双方剑板弩张, 混战一触即发。 就在此时, 一个人影轻盈地落在双方对峙的中央, 刚好挡在藤原与众人之间, 顿时把迫在眉睫的杀气相比于无形。 藤原秀则心中一领, 名字望去, 见是一个青衫白袜, 做仆人打扮的平常老者。 老者面容和蔼, 举止攻签, 对对峙的双方拱手笑道, 不过是一点小误会, 何必就要拔刀相向? 萧大侠, 藤原先生是我家主子的贵客, 还望萧大侠高抬贵手。 那领头的孝性汉子见着老者来得突兀, 言谈举止颇有大家风范, 心知经中藏龙卧虎, 倒也不敢造次, 盲问, 你家主人是谁? 我家主人一向身居简出, 从不愿在人前暴露身份, 不过萧大侠一见这个, 想必就能猜到。 小伯说着掏出一间物, 你的主人是谁? 藤原秀则冷冷问, 正是你想见之人。 小伯笑道, 藤原秀则没有再问, 在小伯试一下, 缓缓跟着他登上了二楼。 几个江湖汉子忙转向萧姓汉子问道, 萧大侠, 那人到底是谁? 我不能说, 萧承锋一脸凝重, 总之咱们都惹不起, 说着转身就走, 不再停留。 几个江湖汉子见他面有聚色, 心中都有些惊讶。 这世上能令武当俗家第一高手萧承锋 畏惧的人并不多, 众人交换了一个眼神, 兴兴地随他退了出去。 有人不甘心地冲楼上恨恨脆了一口, 低声骂道, 管他是谁, 我看多败似的汉奸。 二楼雅厅的幽静与一楼的喧嚣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藤原秀则刚进门, 脸上就闪过一丝惊意。 之间雅间中静设着踏踏米, 踏踏米中央是一方古朴的紫檀木茶几, 茶几上陈设着景德镇的茶具。 一书生打扮的男子跪坐在茶几前, 正专心致志地倒水泡茶。 藤原秀则先四下大量了一下, 确定雅间中在无第三人后, 才对屋子中央那个貌似柔弱的书生一鞠躬, 你不是我要找的人, 他在哪里? 书生淡然一笑, 没有回答, 却抬手示意道, 坐! 面前这个相貌平常的书生眼中, 有一种常人没有的淡薄和超然, 令藤原秀则也心生好奇, 不觉在书生对面跪坐下来。 却见书生以标准的茶道手法真上一杯茶, 对藤原秀则示意道, 虎袍拳的水与西湖的大红袍是绝配, 在东营肯定尝不到。 雅间中弥漫着一种令人心神宁静的茶香, 藤原秀则虽然对茶没有特别的研究, 却也忍不住捧起品名杯轻轻一嗅, 顿觉一股清香直冲脑门, 令人精神味之一振, 浅尝一口, 更觉齿甲留香, 回味悠长。 他缓缓引进杯中香名, 才各杯清炭, 真是好茶! 当然是好茶! 书生傲然一笑, 正如藤原先生一样, 都是人间极品。 藤原秀则眉梢一挑道, 你知道我, 而我却不知道, 这是不是有点不公平? 小声云香, 书生拱手笑道, 藤原秀则对这个名震江湖的名字 似乎并没有感到特别, 他从怀中套出一封带帖, 展开放在书生面前, 盯着书生问道, 云香君用这幅画把我引来这里, 恐怕不只是请我喝杯茶这么简单吧。 败帖上是一幅简陋潦草的画, 画上用寥寥几笔勾勒出一人挥刀的姿势。 云香点头道, 我一个朋友听闻藤原先生乃东营武圣, 便托我把这幅画带给你。 他说, 藤原先生若有回信, 可以托我转交, 如果没用也无所谓, 不过是一时游戏罢了。 藤原秀泽这才注意到, 桌上除了茶具, 还背有笔墨, 他立刻拿起狼嚎, 信手在拜贴上一画, 然后合上拜贴, 双手碰到书生面前道, 请云香君务必将他转交给你的朋友, 拜托了。 云香收起拜贴道, 藤原先生不必客气。 藤原秀泽再次鞠躬道, 请云香君转告你的朋友, 在下殷切期盼与他相会。 云香点点头道, 我会转告。 多谢云香君的茶, 藤原告辞。 藤原秀泽说着站起身来, 低头一鞠躬, 然后转身便走, 带走到门口时, 却又忍不住回过头, 迟疑道, 有一个问题, 藤原不知当问不当问。 请讲。 在下刚开始以为云香君只是一个信使, 但现在却觉得送信这等小时, 绝对无法劳动云香君。 你送信是次, 要见我才是真, 不知我这感觉对也不对。 云香微微一笑道, 不错, 你感觉很对。 藤原秀泽眼中闪过一丝疑惑, 云香君不是五人, 何以对在下如此感兴趣。 云香眼里闪过一丝欣赏, 想不到藤原先生是了君子, 对君子云香当已成代之。 不知道藤原先生可曾见过斗鸡没有。 斗鸡? 藤原秀泽疑惑地摇了摇头。 就这北京城不少达官贵人家中, 都养有一种好斗的雄鸡。 这种鸡是斗成性, 不惧生死。 云香笑着解释道, 因此人们常让两鸡相斗为戏, 甚至以此为赌, 这就是斗鸡。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藤原秀泽眼中的疑惑更甚。 原本跟你妈什么关系, 但自从你杀棚中云, 向北六省武林盟主齐奥松挑战后, 就跟你有关系了。 云香笑道, 此话怎讲? 藤原秀泽面色微变, 人的好斗天性, 其实远胜于鸡。 云香溃然叹息, 既然你不惜用性命与人决斗, 自然也不会在乎有人以你们的决斗为赌。 我打算在你身上下重注, 当然要亲眼看看你的模样气质, 这样心里才会踏实。 就像那些斗鸡的赌徒, 没见过斗鸡, 谁会闭眼下注? 你把我当成了斗鸡? 藤原秀泽面色气的煞白, 手不自觉地握紧了剑柄。 云香却魂不在意地笑道, 不止我一个, 自从你与齐奥松决斗的消息传开后, 在京城富贵赌方下注的赌徒已超过了万人, 赌资累计达数十万辆, 相信到你们正式决斗的时候, 这个数字还要翻翻。 藤原秀泽的脸色已由煞白变得铁青, 眼中的寒芒多人心魄, 紧握剑柄的手也有些发白, 但对方在他基于杀人的目光逼势下, 却始终浑然无觉。 半晌, 藤原秀泽脸上闪过一丝嘲笑, 说道, 你是齐奥松派来的吧? 他知道在我剑下必死无疑, 所以只能用这种卑劣手段来打击我的斗志, 削弱我的杀气。 可惜, 你们永远不会懂得, 在咱们大和民族眼里, 武士的荣誉高于一切, 武士的荣誉高于一切。 云香一声吃笑, 大概斗鸡也是这么想, 所以才不在乎赢了多活几天, 输了变成香酥鸡。 你们的卑鄙手段, 对我来说根本没有。 藤原秀泽冷笑道, 你回去告诉齐奥松, 除非在天下人面前气刀认输, 否则就省点力气准备好棺材吧。 告辞。 见藤原秀泽一脸傲气决然而去, 云香只有苦笑着连连摇头。 藤原秀泽刚一出门, 门外守候的小伯就闪身而入, 说道, 公子, 你以仁至义尽, 奈何别人并不领情。 说着小伯从秀中套出一面玉牌, 递到云香面前, 对了公子, 虽然咱们伪造的这面玉牌 可以唬住笑成风滞留的粗人, 不过万一落到有心人眼里, 恐怕会惹上不小的麻烦啊。 云香借过玉牌颠了颠, 笑道, 有时候看似危险的事, 其实很安全。 就拿这面玉牌来说, 有几个人敢质疑他的真伪。 咱们这次进京要尽量低调, 能不动手尽量不要动手, 用他糊糊那些粗人再合适不过。 小伯依旧一脸担忧, 可是冒充福王信物, 这实在是有些冒险了。 云香笑着收起玉牌道, 小伯不用担心, 笑成风不敢向他人透露今日之事。 就算万一被人识破, 福王如今有大事要办, 恐怕也没心思理会这等小事。 小伯忧心忡忡地点点头, 低声问, 这次工资准备赌多大? 云香沉吟道, 赔率还没出来, 不过初步估计是三赔一, 大部分人都在买齐奥松胜。 云香闭上双眼躺在靠背上, 悠然笑道, 既然如此, 咱们就别让大家失望。 十万两, 买藤袁秀则胜。